傍晚掌灯时分 花梨木的书案一侧已经堆了厚厚的一叠纸张 贫童停下盐墨接过了贫慧递过来的火车 将暗旁的灯罩取下 点燃后正犹豫着是否要劝仍坐在暗后抄路的一域休息会时 骗见他停了笔 轻舒了一口气抬头道 晚饭好了吗 见着他脸上似有不同的浅笑 平童愣了愣 猜到 已经好了 要摆上吗 我大哥回来没有 卢智这几日总是早出晚归的 不知道在忙活些什么 说曹操曹操到 平童尚未回答 一欲便见卢智绕过了门瓶走了进来 便将披风递给下人 便冲他道 我坏了 你用过晚饭没 正等着你呢 一欲吩咐平会去叫人摆菜去外面小厅 这几日来 府里各家都是在自己的院子里开伙的 卢智先前已经听卢耀说过了昨晚宴上发生的事 在屋子坐下后 同他说了几句 便提及了昨晚他醉酒后落掉的那一小段 一欲整理着那叠手抄 听到自己是被恶意灌醉下药 脸上并没有什么意外 道 贺将军府上的四小姐不认识 并不是昨晚敬我酒的那几个 你说是他买通了御燕宫的下人给我下药 那这几个人便是一伙的了 昨晚并非是他大意 若不是卢智提前告诉他会让卢耀跟着 他是不会明知自己义醉 还大着胆子在外面饮酒的 且他被姚不智亲身教过 对迷药什么的气味算是敏感 在石济寺便因此躲过了一劫 若是那酒里有什么味道 他断然是不会喝的 不过 他万没想到 那么一醉会同李泰又牵扯上 还被他 要知道 那可是他两辈子夹起来 头一次亲吻 这会儿想起来 唇上似还带着感觉 没曾想 亲吻是那种感觉 有些冰凉 可是很柔软 带着对方温热的鼻息 还有那淡淡的香气 我上午听卢耀说吧 便让人去查探 才知道 最近经中多了几则关于你的风评 多是不怎么好的 那贺将军付上的千金 许是因此才结了半想要捉弄你 你 话说到一半 卢智皱眉伸手朝他头上一探 道 是昨夜着了凉吗 怎的有些烫 啊 哦 没 是这屋里有些热了 我坐了一下午 一跃伸手在耳边扇了山峰 努力让自己说起话来不心虚 都传了我什么不好的风评 说说看 卢智奇怪地看了两家越来越红的他一眼 道 说你在五院一笔时拿了两块木刻 便不知天高地厚之类的 还有说你在书云阁那日借急接近太子和魏王 哦 一语挑眉应了一声 撇着嘴角道 长孙贤当真是闲着无事做了 缠着我不放了 卢智也不意外 他一眼点明了那背后重伤的黑手 道 总之 你这阵子若是出门 说话做事 暂且小心些 那些风言风语的 随他去便可 若是真被拿捏了什么把柄 难保不会闹大 嗯 我会看着办的 一遇到 在卢中植病倒之前 两人就此事说过 为了不给卢智添麻烦 他便让他不要插手 他也答应了 只是眼下府中的事忙 他暂且没有工夫理会长孙贤罢了 少爷 小姐 都摆好了 请一去厅中用饭吧 好 小玉 咱们去吃饭 等小儿童去看看祖父 卢智是存着弊心 没将听闻李太邀约巴女明日北院赏花一事说出来 而一遇则是存了蛮心 没说李太约他明日赏花一事 大头来他竟是不知明日北院可不止他一位女客人 十一月十一日这天 天未亮 一遇便醒了过来 叫平童去门前看着后 自己坐在床头 找了本书看 只是心情却没有昨日下午练字时候的清静 昨晚刘太医来过 说是卢老爷子的情况 靠着参汤 也就再能撑个几日 若非万不得已 他实则不想出门去 可昨日同卢老夫人一谈之后 他才明白过来 同李太的事情总不能就这么躲着避着 眼瞅着他就要立飞了 敢早不敢晚 趁这机会早点把事情说清楚了 也好过日后他会后悔 他便是这么一个人 想不通就搁着 一旦想通了 那便是有什么说什么 说句不害臊的 他就是被他搂过了也亲过了 他想不负责任也不行 至于皇位什么的 那便是日后他要面对的事情 历史的轨道注定魏王当不了皇帝 他若选了他这条路走下去 便会阻止悲剧的发生 然而 有卢氏前车之鉴 又有卢老夫人在这里做榜样 若是李太坚持要去侧妃 那他们便没什么好说的了 长痛不如短痛 他是比想象中要喜欢他 可是 明知自己同卢氏一样 不容人的情况下 他不愿自己今后的人生 是一场悲剧 小姐 大少爷出门了 平同看着卢氏出门后 才跑回了屋里禀报 嗯 那便舒适吧 一羽放下了没看进去几眼的书册 吩咐道 小姐 今儿是上哪儿去呀 芙蓉园北院 一遇给了地方便不再多说 平同和平惠两姐妹相看一眼 心中有数 也没再问 北院 初九的晚宴持续到了天明才结束 李太第二日便在姓园待了一日 十一日这天早上 起得也很早 阿生帮他书发的时候 从镜中偷看了几眼 虽仍是万年不变的一副表情 却让他觉出他心情不错 这倒让并不知道 他邀了一遇前来赏花的阿生纳闷了 换上了才勋过的衣裳 李太挥手避了阿生 自己系着腰带 道 你去眼影桥上接人 啊 阿生一移 约的是四十 小姐们这时应该还没到 不是他自视身份 就是那些小姐们到了 也用不着他亲自去接吧 李太望了一眼镜子 道 人若来了 先带到水泄去 是 阿生一头雾水地转身出了屋子 等到了芙蓉园外的艳影桥边上 等了一刻钟 见着怀国公府的马车后 方才恍然大悟 难怪要他来赢呢 这位可不得他亲自来吗 卢小姐 您来了 说这话的时候 他是有些不明白 自家主子是怎么想的 什么时候不好 今日邀了这位过来 算是什么事啊 一玉从马车上下来 见着立在桥头 攻身迎后的人 点头道 你管事早 在外头 他可不好像在密宅时 称呼他做阿生哥 您且随我来 阿生伸手打了个引子 便领着一玉和跟上来的平童 朝北苑走去 这芙蓉园一息之间 换了个新主人 里头的下人 也被魏王府手脚麻利的 通通换过了一遍 因此 来往的下人 对着大早上出现在这里的遗欲 并没有什么别的反应 只是等他们路过的时候 后在原处 弯腰行礼罢了 北苑是设在临江之处 一头是刁蓝的浅江 一头是偌大的花园 亭台水泄各有一座 却没有楼阁和殿堂 今日外头有些凉 一遇被领着走进了 四面通风的水泄后 却稀奇地不觉冷 这北苑的各处 今晨便有人提前布置好 地上都铺了厚厚的一层毯子 又摆了许多只软枕和靠背在上腾 殷请了八位小姐 茶具餐点都放了许多套 只有这水泄中 为了让卫王和某位小姐独处 是有两套的 因此一遇挑了个地方坐下后 还是没发现 今日还有别的来人 陆小姐 殿下稍后就来 您稍坐 这园子里的几种芙蓉 开得正盛 您不妨瞧瞧 有喜欢的便让下人去摘了回来 入冬 寻常的花找不见 没有未开 这长安城中的女子 若是能别支新鲜的花在记上 那是比穿金带银更显身份的事 而芙蓉园里的这些花 大盹的小盹的 都有公主们和妃子们盯着 但凡好看的 却是比金子还要金贵 若是换了别人来 阿生是断不敢私自说出 诸如看上了就随便摘的话 可眼下对着一遇讲了 却是没有半点心里负担 我看看便可 一遇没忘了 她是被借了赏花的明目邀请来的 接过平铜缝上的热茶 一侧身子 便赏起了南边花圃里头 每一朵都各有姿态的芙蓉 毕竟在密宅相处过时日 阿生见她并不热衷的态度 仅是笑了笑 便立在一旁 继续因李泰 邀了她今日过来的目的 泛起了嘀咕 眼里看着那些 或焦或焰的花儿 一欲心里 却在默默地预演着 等下要同李泰说的话 眼神逐渐地飘忽起来 李泰走进水泄的时候 见着的便是她拖着下巴 望着东浦的那一片芙蓉 出神的模样 也没打招呼 便直接走到了她对面坐下 代替那些花儿 对上她的视线 道 想什么 这似乎是她最常问她的一个问题 尽管先前已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那张俊脸摆在面前 对上那双不同常人的眼睛 一欲的脑子还是乱了一下 放在按下的手指 掐了一下大腿 忍住没有脸红后 便要起身向她行礼 免了 李泰制止了她的动作 又问了一遍 方才你在想什么 这是她最近才发现的一件事 能够从各种表象 看透他人的想法 一向是她最擅长的 可面对这唯一感同她对视的少女 她却辨别不出她的心思 偏她又想知道 她脑子里是想些什么 我有话想同殿下讲 正在存夺如何开口 一欲老实地回答完 便见她密质的眉头微挑 道 我也有话同你说 她也有话 一欲沉了沉气 道 那您先说吧 嗯 李泰硬了一声 便抬手示意阿生 领着平瞳等下人退了出去 直到这水泄中只剩下了他们两人 方才端起了茶杯 转过身来看向那片花谱 留了个侧脸给她 她不急着说 一语也不催 在心里猜测着她会说些什么 单凭前晚上两人亲密接触之后 第二天早上 她还能装傻冲愣这一点 她便确认 这人是不打算对她直着来了 因此 这会儿希望听到什么她想听的话 诸如干脆点的表明心意什么的 那是不可能的 可从她侧脸上 她也看不出什么了 要知道 正常下的李泰 高兴 生气 哪怕是烦恼 哪都是一个模样的 这便是他们相处的机会不少 她却没有看出来 她是何时对她打起了歪主意的根本原因了 春吼 你许岁便是十四了 正是 一语嘴上硬着 心里却在怪想 连她生辰都查得清楚了 说她对她没意思 跪才信呢 你可知道 氏族家中的女子 这个年纪便能行正式的婚假 雷泰说这话的时候 没回头 便没有见着一遇猛的瞪大的双眼 不等她回答 便继续平枪直板地说道 坏国公的情况我清楚 今年春后 我会求父皇止婚 限定下你我的亲事 啊 这下她不光是瞪眼了 嘴里也快能一口塞进一个鸡蛋了 李泰闻她一惊 方才扭过头看她 眉头微醋 道 没听清楚 她又不是笼子 一语合上嘴 抿紧了唇 这始料未及的谈话 让她脑子一时不够用 刚才还料定了李泰不会同她直来的 没想到这人上来就是个最狠的 什么都还没说呢 情也没表 心也没通 这就谈婚论嫁了 更何况 她这哪算是求婚呢 那语气简直就像是在街边买大白菜一样 她却不知 李泰会说这些 是早在被沈建堂点明了心意之后便有的打算 照理说 这男女两人私下一亲 本就不妥 可他们两人 一个是随意惯了的 一个则是自作主张 按照一语所预想的那样 该是两人先表个态 再让她讲讲条件什么的 最后说那婚嫁之事 可李泰却是连跳了两步 直奔主题了 归根结底 他会这么做 还是要怪沈建堂 那自命风流的老舌根子 在走之前 曾对他说过这么一段子话 你要是想让他死心塌地地跟着你 那必须得做到三点 不能拎 不能急 不能说 这不能拎呢 便是指的 你要舍得花银子 花心思 花时间 不能小气 可是也不能太过来 这个度量你自己掌握 再说这第二点啊 不能急 便是说这女子啊 你可以靓着她 但是 千万不要急进来 尤其是对这个年纪小的 一不小心 人就被吓跑了 最后一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不论什么时候 你都得把自己的心思藏着 不能说 千万莫要叫她 只想你对她是情到了几分 这样 她才总是会惦记着你 一门心思地在你身上 记住 千万不能说 李太当时听完了这些话 是没应一句 也没多问一句 可是却印在了脑子里 于是 这会儿才有了她连跳两步直奔主题的做法 殿下 一遇忍住 没让那呼啸不得的表情露在脸上 板着脸道 您这是在询问我的意见吗 李太这会儿看着她 见她脸上的表情实在是算不得高兴 又意气了那晚在马车上 她亲口说过 不愿同她牵扯上 便认为 她这模样 是不乐意这门婚事 至于前晚一遇醉酒 让她不要取妃之言 在男女之情上缺心少废的她 那时只是觉得心中舒坦 却压根就没往她对她意识生了男女之情上面作响 李太以为她是不乐意呢 脸色稍冷 正要开口硬化 却听远处一阵骚动传来 一跃和她齐齐地扭过头去 便见一道欠红色的羔羊公主 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 阿生和下人们跟在后头 只能追着 却不敢拦 四哥 我在父皇那里听说 你要拿东方明珠那个臭女人为妃子 是不是真的 说这话的时候 她人已经冲到了水泄中 一眼见着坐在一旁的遗玉 立眼一瞪 瞬间忘了来时的目的 手中马鞭一鞋指着她道 你怎么在这儿 且不说李太的脸色如何 遗玉这会儿的表情 绝对可当是黑得吓人了 高扬的话 她听得一清二楚 饶是她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听到李太要纳他人为妃的消息 还是像头上挨了一剂闷棍一般 发蒙发痛 李太的心情 本就因为一遇那近乎拒绝的表情变差 这会儿 高扬冒冒然地闯了进来 便叫她当下沉了脸 愣声道 阿生 属下在 胸前破衣上变成布条的阿生 哭丧着脸凑上前 心中却在短时间内 将高扬骂了不下十回 若说这长安城里 除了那扁毛畜生 她还有什么天敌的话 非这任性妄为 又不能轻动的高扬公主莫属了 帮了 是 阿生得了令 连忙翻手 从袖子里面抽出了一根腹绳来 没等高扬反应过来 上前将人三两下反手捆住 大胆 你这贱奴 高扬挣扎着 手中的马鞭掉在了地上 没等他第二句怒骂出口 便被阿生点了哑学 若是换了别时 一遇兴许还有兴趣 看着毫无体统的公主吃鞭 可这会儿 他却静静地看着李太的侧脸 尽量让自己的语调平常 可天知道 他带着探究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放在裙面上的左拳已经握得死紧 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听闻殿下要纳侧妃了 原来已经求了皇上旨意 是东风先生府上的明珠小姐吗 李太端着上鱼半杯的茶盏 侧过头看她 醋眉 而后给了她答案 嗯 一字印完 她便看见那张白皙的小脸上 煞食露出了一抹复杂至极的笑容 那双清亮的眼睛 一眨不眨地看着她 似有种让她凶闷的东西 正在那黑白之间凝聚 来不及辨认那是什么 她便侧过头 留给她后脑 用着那少女轻轻软软的嗓音道 殿下 您刚才通我说的是 我不愿意 你不愿意 你要不要